叶家的女眷又进宫探望皇后了 叶珍珍留心打量 她祖母 她母亲 以及她的两个嫂子 气色都很不错 其实她最担心的是她爷爷 前些天纪无旧把朝堂弄得鸡飞狗跳 叶党吃了不少亏 这种事情她想不知道都难 叶修明是个固执且要强的人 被纪无旧收拾肯定很生气 所以叶珍珍仔细询问了一番她爷爷的情况 得知她每天都在活蹦乱跳的生气时 本该担忧的她却又放下心来 还有力气生气 说明身子骨硬朗得很 叶修明的郁闷不只是因为鸡无旧 还有一个方秀卿 方秀卿是个男人 老太太想骂她也不知从何处下手 因此她重点照顾了一下她老婆 搂着叶珍珍回忆了一番当初那个女人看上了叶康乐 而叶康乐在母上大人的威压之下并没有娶她的往事 这么一件棒打鸳鸯的事被她如此骄傲的说出来 叶珍珍听得满头黑线 连陆夫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见婆婆兴致好便也没有阻止 且不论这件往事的内情到底是什么 叶珍珍心想 方秀卿和她爷爷的仇 不会就是因为这个结下的吧 当然不是 叶修明和方秀卿之间的寺院 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公仇 方秀卿刚在官场上展露头角的那会儿 叶修明也是颇为赏识她的 两个人还有些惺惺相惜 只不过他们对待正式的理念有很大不同 后来也就渐渐相左 叶家树大根深 所以叶修明处理事务时倾向于保守 要考虑多方的利益 而方秀卿有着惊天伟地的抱负 比之叶修明要激进很多 凡是这一类人中龙凤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自负 两个人各自各持己见 互不相让 慢慢的也就发展到这一步 这种矛盾是一个死结 无解 除非把其中一个人砍死 而当纪无旧又在这其中参一脚时 那就更乱了 纪无旧不只是利用方秀卿对付叶修明 他对方秀卿也有所提防 要不然赶走一个旋程又自己亲手扶起来一个很好玩吗 叶珍珍没没想到他们之间这种三角关系就恼人疼 三个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凑在一起玩勾心斗角 一句话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暗藏玄机 光是想想就挺可怕的 也挺无力的 叶珍珍宽慰了老太太几句 把话头演向别处 陆夫人便说到了自己的哥哥 也就是陆黎的父亲 最近要去敦煌支援守军驱逐蛮蚁的事情 那边出现了几波西域来的刘匪 经常骚扰边民 苏长虎带兵搅了几次 但是对方打仗的本事没有 跑路的本领却是一等一的高明 所以并没有什么成效 陆黎的父亲曾经在边关待过好些年 亲自上阵杀敌 在对付关外刘匪一事上很有经验 所以这一次姬无咎就点了他去敦煌 叶珍珍听到此便明白过来 怪不得前几天苏杰瑜犯了那么大的错 姬无咎也直降了他两级 原来是因为人家的爹正在边关卖力气 所以他不好对他女儿下太重的手 他还只当他是脸相细郁呢 又回想起姬无咎在面对王昭仪流产一事 漠然的态度 叶珍珍心想 这人真是当皇帝当的没有了心肝 与此同时 远在翠方楼的某一个没有心肝的皇帝 轻轻地打了个喷嚏 哟 公子 可是受了粮 红云 红云关切地问道 这要是别的男人 他宝管已经坐在他怀里 趁着粉红粉红的小手绢帮他擦鼻子了 只是眼前的人似乎极讨厌被人触碰 红云喜欢有钱又出手大方的男人 但是对姬无咎却像是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敬畏 这让他根本不敢靠近他 没事 姬无咎掏出手帕试了试 简单一个擦鼻子的动作竟然被他做得十分赏心悦目 他手中的白色帕子是商丝做的 这种丝来源于商地的一种野残 产量极少 十分名贵 属于皇室特供 普通人即便有钱都买不到 红云在桌子的另一边脱塞看着他 带到他把手帕收回袖中便笑道 公子 不瞒你说 我在这翠方楼待了十年 见过的男人都数不过来 也没有一个如您这般尊贵 人但凡有点钱都愿意活得讲究一些 但有些人就算再怎么讲究 也只是讲究的爆发户 而有些人却举手投足之间贵气天成 身为皇帝 姬无咎对赞美的抵抗力是变态级别的 所以他也没有接他的话 只是说道 我们来说正事 红云娇笑道 公子请讲 奴家洗耳恭听 我要得到他 红云心想果然男人都够贱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以他的外表和家事 要什么样的漂亮姑娘没有 非要勾得人家有夫之妇 也不知道是哪个女子如此倒霉的被他盯上 奴家我今日便帮你一帮 不用谢了 于是红云笑道 这个呀 公子您问我可是问对了 这女人哪 最喜欢的男人 其实是那种冷若冰霜的 你越是对他爱搭不理 他便是越对你上心 这叫欲情故纵 你骂他 吼他 侮辱他 他反而会对你言听计从 纪无旧好歹是睡过许多漂亮女人的男人 于男女之情上还没有一二到底 他在脑子里想了一下 如果他骂叶珍珍 吼叶珍珍 侮辱叶珍珍 那么后果一定是很严重的 于是纪无旧站起身 又从袖中摸出一叠银票拍在桌上 皮笑肉不笑的说 答得不错 这些钱你就趁活着好好花 如果这个方法不管用 下次我会来取你的人头 说完就要走 红云吓得差点晕过去 哪有这样威胁人的 动不动就要别人的命 这也太扯了 可是为什么他竟然觉得 这位公子真的会这样做 公子请留步 不管怎么说 在生命的威胁面前 节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红云说道 此事需要从长记忆 请问公子那位 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叶珍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纪无旧竟然有些迷茫 他可以找到很多词语来形容叶珍珍 但是无论怎样表达都会言不尽意 仿佛那些词语一旦加诛到他的身上 便失去了效用和光彩 无法盗其万一 叶珍珍就是叶珍珍 纪无旧叹了口气说道 总之 你只要知道 他是一个极难讨好的人 红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简直就是废话 一个梁家妇女要是真的那么容易就被你勾的了 那才叫不正常 他笑道 凭他多难讨好 也不是无坚不摧的 正所谓猎女怕缠夫 他说话时着重强调猎女二字 偷眼打量无既无旧 见他丝毫不会为此感到羞耻 还一本正经的点头 说道 这话有些道理 红云也就放弃了对他进行道德引导 说道 所以说 公子你只要经常在他面前晃 对他好 哄他开心 时间一长 便是块石头也被雾化了 何况是肉掌的人心呢 如何对他好 送他东西 他喜欢什么就送什么 要投其所好 还有 一定要温柔 公子 不是我说您 您来这里两次 我就从来没见您笑过 话说 你会笑吗 只要笑就好了 对呀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您经常对他笑笑 他也就不好意思 拘泥于千里之外了 机无就点了点头 多谢 他把银票往红云手中一塞 转身离开 红云鲜花怒放的抓着银票 跟在他身后叮嘱 记住 要坚持 如果不能成功 那一定是因为坚持的不够长久 绝对不是我的问题 最后一句话 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呢 机无就点了点头 翻身 直接从二楼的走廊月下 如一只偏仙的燕子 稳稳落地 红云看得目瞪口呆 同样震惊的 还有大堂中 除了冯友德以外的 几乎所有人 冯友德正独自坐在桌旁 一脸苦大愁深地盯着那些 想要上来轻薄他的女子 纪无就无视掉周围 亚异的目光 招呼冯友德 走 冯友德很忧伤 皇上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来是真的不行了呀 纪无就一路都在沉思 偶尔扯起嘴角笑一下 冯友德也在沉思 沉思是不是得请个道士 做一做法 前清宫明显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两人一路无话 纪无就回到皇宫 认真的开始练习了微笑 他勾着嘴角 眼中闪动着光芒 看了一眼 前清门外职守的太监 那太监吓得当场归岛 皇上饶命 好了 感谢观看